加一組和甲二組小球賽 已經接近尾聲 其中夾一組的南伯在準決賽面對華聯 而南鷹就和警察爭入決賽 結果南伯和南鷹同樣以2-0擊敗對手晉級 首先第一場準決賽是由南森的南伯對華聯 賽前很多球迷都是較為太好的南伯 但其實華聯在中間過程當中 都變得相當突出 開賽後兩隊都會有攻守 好,南伯的自由球 這個球在禁區內射完的時候 省中人 看回華聯這邊的反撲 程明生交給後面第一時間射 這個球以為入了 李海發這個球射得不錯 我認識射中網側 計分員以為入了 但其實這個球是不入的 0-0上半場都是這個比數 到下半場分派方面都有些混亂 這場就變成了詠春對姬聯 其實就是南伯對華聯 看回比賽 南伯的進攻 球投球送入的時候 這個球最少被人侵犯 禁區哪會獲得自由球 楊喜智主席 這球球經常派過證 剛剛是被守門一拋出去的底線 繼續的是楊喜智 進來中間 第一時間彈給他 這個球很漂亮 但這球球送到中間的時候 就沒有人接應到 這個球又是楊喜智 這個球省中了是偉君龍 沒有什麼威脅 華聯這邊撕下軟石 因為賣門進攻就不是太多 唯有試一下這些機會 後面上陣的莫健峰 同一個配合之後 這個球射下去了 但偉君龍的射門 就是被人刪到的 莫健峰的角球又借知民 第一時間拖過去了 但又是過不到龍門的關 楊喜智在右手邊的角球送回來 因為這個時候偉君龍接應第一時間的四入 完全沒有人標準他 好了 呂公之下 終於替藍伯打開紀錄 這個時候已經是去到下半場18分鐘了 有了一球在手之後 藍伯仍然是不放過任何的機會 偉君龍和楊喜智一個配合之下 楊喜智這球打算給他 但是呢 角度就不是太過漂亮了 今場幾多球是來捧場的 偉君龍踩又被莫健峰 左腳射到這個球 龍門擋到了 但是呢 就被楊喜智保重了 華連再孫這球 主要都是後防球員 看漏了楊喜智的 給他輕易撿雞射入 加上這個入球 藍伯呢 就2.0搖搖領先的 只是跟剛才的入球 相隔一分鐘而已 剩下的時間 華連都希望拉拯大家的距離 陳大生走了出來 大徐榮新這球球 射不中空門 結果藍伯仍2比0擊敗 華連率先打入決賽 另一場準決賽 由白心的藍鷹對警察 藍鷹屬於上屆的冠軍 今屆都是被視為奪標的熱門之一 恩智彭這球球不夠對方的守衛快 藍鷹另一次的攻勢 這場球開賽之後 他們的攻勢都幾多 蘇宜文嘉賓過來中間 被梁志成突然一時間撞入網 這球球剛剛拆住 藍鷹很快打開紀錄 即是上半場的7分鐘而已 看看警察這邊的進攻 就這樣射過去 可惜中不了龍門 上半場就是藍鷹一球不領先 下半場警察的進攻 這個球交給後面 大好機會了 可惜這球球是把握不到的 藍鷹的姜泰都幾活躍的 折擊都失去平衡 但也被他拿回 都算不錯了 但是最後被龍門解圍 來到警察這邊的進攻 是梁振邦 送進去錦區裡面 哎呀這個球差點凹死龍門 幸好朱漢鷹就抬出底線 警察這段時間都要多一些攻勢 又是梁振邦 這個球中送出來的時候 就是被龍門朱漢鷹撲倒 不過朱漢鷹跟隊友一扛之下 就有點傷 但很快就沒什麼事了 專鷹頭呢 由梁志成再入球球 令到藍鷹領前到2比0 其實警察下半場都多一些攻勢 但是始終都不能攀平 最後再輸一球 最後藍鷹2比0擊敗警察 和上街一樣 都是跟藍鷹爭冠軍的 看看隔二組的賽事 紅衫的乾宗 這場是對蓄達的 蓄達主要都是以一些葡萄球員為主 看看乾宗這個攻勢 都很大機會的 但是過不了龍門那一關 乾宗另一次的攻勢 就進入錦區裡面 扭過兩個球員 接著再扭的時候就被人打倒了 球戰直至九馬 乾宗獲得一個入球的機會 這個球是由偉拔操都四入 彭劍這個球乾宗是1比0領先 這個時候只是上場開球五分鐘而已 整場球乾宗的攻勢 相知皇城是馬丁士 這個球過了對方的守衛之後 就把第二球入網 馬丁士是屬於乾宗 一個是重要的球員 往往在比賽當中 都是能夠製造到入球的 上場的16分鐘 乾宗領前到2比0 另一個機會落在偉柏身上 但是這個球近門就頂高了 馬丁士 在這裡定了 這球球其實是比較輕鬆的 龍門是稍微有一點大意 馬丁士連入兩球 替乾宗贏到3比0 去到上場22分鐘 去到下半場 乾宗是繼續壓迫越速達 那個球斬下去 這個球第一時間射到威脅 但是這次就被龍門救到 前場比賽速達的攻勢 並不是太過有威脅 這球也射到龍門 可惜沒有力量 乾宗是另一次的機會 這個球起了四 可惜中正柱 馬上就給這個速達 有一個反破的機會 黎威脅 由自己後半場 一直把球推到對方的禁區裏面 送到出來 但是這個球送出來的時候 去到網側的位置 乾宗又在速達禁區裏面 搏多個九馬佛球 龍門都沒有意見了 看看這個球撲不撲到 優平街的射門 雖然是被他捉到路 但是都是入網的 結果乾宗這場球 4比0擊斃速達進身決賽 而另一場的準決賽 是由白森的強勢對海豚 開球很短的時間 已經有一個機會 令到強勢入球 但是這個球入球也不算 因為余衛在先 強勢唯有衛再來過 這個球送出來全部大鬧 吳家銘把握到機會 一個抽到他 就應聲入網 強勢1比0領先 上半場只有3分鐘 強勢又有機會 對著龍門 可惜這個球差了一點 這場球海豚也是被對手按住來打的 這個球已經能夠起腳 打了中正的柱 上半場強勢按住來打之下 都只能夠領先1比0 下半場海豚多一點射門 但是都是無保於事的 下半場的11分鐘 他們是被強勢中啟江入多一球 看球都領前到2比0 領先兩球的強勢 稍後並沒有放過任何機會 這個球打算送出來 對方十分撞給他 結果就造就他入球 加上他的入球 強勢3比0 去到下半場17分鐘 而在臨面場前的3分鐘 強勢再由吳家銘入多一球 個人在今場包辦2個入球 令強勢4比0領先 最後強勢也是以比數擊敗海豚 跟乾中一起晉身決賽 而他們兩隊下一屆 也可以升上甲一組 對方沒有 對方有用